亲爱的朋友们身后就是造车新势力的优秀代表之一 梦想万这台车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大气 旁边呢是领克09PHEV版本 这两台车子呢 无论售价车身大小 座椅安排三排六座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并且这两台车子都是可油可电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领克09侧面的安全气囊 是什么样子的 当发生紧急情况以后安全气囊打开 领克09的安全气囊 从A柱一直保护到D柱 三排乘客得到了非常友善的保护 并且这个安全气囊是很新的一个版本 它的质量以及保护程度都是非常高级的 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优秀代表之一 梦想万的侧面 侧面不要笑 好吗 严肃一点 看看梦想万的侧面安全气囊 大家可以看到打开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么长 A柱是没有保护的 第二排座椅有一定的保护 第三排座椅完全是空的 因为它就这么长 好不好 兄弟们不要着急 你不要着急的来骂我 我不是想黑哪一个品牌 我只是觉得你赚钱就赚钱 但你不要就拿别人的家庭 拿别人的孩子来说事 对不对 动不动什么奶爸的车 孩子坐在后面很安全 那我就想问一下 孩子坐在后面 你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呢 是拿你们海量的广告来保护呢 还是拿你们温情的口号来保护呢 还是说就靠他 这是个啥东西 这是哪一年代版本的老旧的安全气囊 你就靠着保护来 是不是 这么短一点 又这么窄 啥意思吗 知道的人以为这是个安全气囊 不知道的人以为这挂了个床单 你们看像不像床单吗 对不对 你还叫什么梦想万 你就叫床单万好了 床单万 不好听吗 多氧气 床单万 对不对 整天说什么 我们的车子大 我们的车子空间好 那你真正应该坐大的地方 为什么没有把它坐大呢 因为这就是车辆的硬成本 同样的 它也是不容易被看到的 在那些看不到的地方上 能省就省 在能看到的地方 尽量把它做得漂亮 屏幕要坐大 可乐要坐冰 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对奶爸 这对孩子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你们经常说你们知道消费者想要的是什么 消费者真正想要的是安全 而你们做到了吗 你要知道 不管你的底盘 各方面的用料安全性这些东西我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支撑起来你们三十多万售价的东西啊更不要提核心技术了 梦想万这个车子我自己觉得它就是十九万两千八的一个水平 真的你如果卖这个价格我什么都没得说但是你却翻了将近一倍卖给我们的消费者还要说我给你提供了一个移动的家你给我们到底提供的是一个移动的家还是一个移动的坑呢 包括你现在新出的对吧说什么五百万什么无敌手的怎么样的你这个车子到底用料是什么样的啊 你的安全气连安全气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怎么不说呢 说吗你不是能说得很吗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 这么贵的车子我问你车门里面有没有气压传感器 领克都有的很多车子都有的啊 你卖跟人家一样的价格你有吗 甚至别人还有贵你有吗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因为你从来不宣传这些东西 关键的重要的这些东西你从来不宣传 你反复的宣传的就是你的大屏幕还有冰可乐还有你那个移动的家 对不对兄弟们还有很多的车主们不要着急的骂我这两天你们已经把我骂美了 我不明白我到底哪里做错了这么热的天 我给你们来看你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到底是我伤害了你们还是谁伤害了你们 对不对你们骂我骂得那么难听你们怎么能够张得开口呢 我真的想不明白啊 同样 我听说梦想汽车是由一些互联网的从业者什么媒体从业者来联手传办的 我对你们的行业是充满了敬意的实话是说 但是同样我也希望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你们可以对汽车对这个行业对我们的奶爸们对我们的孩子们也多一些敬意 谢谢